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是戴立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上个礼拜六 在泰国有个人过世了 谁呢 来看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大家看到一定会觉得很熟悉 他是谁呢 他是泰国最有名的白龙王 港澳台三地 有许多人都喜欢到泰国 去问白龙王一些事情 他也可以帮大家解惑 或者是祈福 但是呢 白龙王在上礼拜六的时候 因为支气管炎过世 享年76岁 而港澳台三地呢 有许多的艺人 更是许多事情 都要去请示白龙王 包含了舒淇 包含了刘德华 也包含了梁朝伟 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 白龙王的过去的生平 还有他奇特的这一生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你刚好 各位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你刚好 各位晚安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你刚好 大家好 还有导游Simon 你刚好 大家好 以及等一下就会到 我们现场的请委 说到白龙王 白龙王他在四十岁的时候 突然之间做了个梦 有人告诉他说 他可是白龙王转世 而在这个之后 他就开始帮人家祈福了 白龙王的生平 真的是非常传奇 你看看 我准备这个图卡 你就知道白龙王 他在香港演艺圈的分量 相当的重 你看梁朝伟 他干儿子 每次去都会多给他一颗柚子 舒淇 我们讲摸头恩宠 这不是一般人有的 不是一般人有的 任贤齐跟白龙王同一天生日 农历五月五号 所以任贤齐后来只要做任何事 一定都选武 你知道吗 任贤齐那时候去找他的时候 任贤齐其实是 歌唱事业已经快要欲绝不振 后来心太软爆红 好 我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白龙王的生平 这个应该这样讲 就他们弟子的说法 其实周青南 他本名叫周青南 应该算是肉身 那白龙王应该是太上老君的徒弟 那因为他的坐骑是一条龙 所以才叫白龙王宫 那周青南这个人呢 有人就对他的身世好奇了 有人就讲说 他早年是修电器的进宫 要有人说他是修脚踏车的 早年是做宫的 还有人说他是摆利滩的 好 那他是广东潮州人 所以他在白龙王宫 见很多的这些 去参见他的信徒的时候 他要嘛讲炒作话 要嘛讲中文 有时候还讲泰文 好 那这个白龙王周青南呢 他后来辗转到了泰国之后呢 就是现在画面中你所看到的 他就在白龙王宫里头 常常接见很多的这些 各地来的信徒 那这些信徒来的时候呢 通常他一天大概就是见一百人 而且不是每天哦 就五六日而已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限定时间的 人事也限定 不然他会累死啊 为什么呢 你看他一天见一百人 一个人如果算五分钟的话 一百个人也是五百分钟 那也相信是八小时啦 所以有时候像 这个有的人他不会讲那么久 可能讲一分钟两分钟而已 好 那也有人讲说 其实呢 这个周青南呢 他不是白龙王宫 说他是福德镇省 也有人这么讲 土地公 对 也有人这么讲 好 那我刚才讲呢 就是说你要见白龙王 就是你一定要早去排队 然后领号码牌 然后领了号码牌之后呢 大概一天就是一百人 那大家想不想知道 为什么白龙王在香港的演艺圈 会这么地受到他们的重视 以及尊重 那我就讲几个故事来给 观众朋友听听 来 常常去拿很多幼稚的梁朝伟 我刚才说他是他刚儿子嘛 对不对 话说 13年前 当时梁朝伟去见白龙王宫的时候呢 白龙王宫一看到他 就觉得我跟你有缘 所以就特别疼他 第一眼见到就觉得跟梁朝伟有缘 对 就觉得很 就觉得他很有缘 就很疼他 结果呢 讲了一句关键的话 什么话 你回去拍戏啊 不要拍跳楼的 会有一个跳楼的戏 你不要拍 危险 不要拍跳楼的戏 记住我的话 先给他提示了 特别强到这句话 好啦 那个时候梁朝伟心里心头一震 一震啊 为什么 因为他果然他回去有戏要拍 而且就是要拍跳楼的 结果呢 他跟导演讲 我不要 麻烦你找替身 他就拒绝拍了 导演还不太爽啊 可是没办法 人家大牌啊 只好配合 后来找了一个舞师 一跳出事了 舞师就受伤 梁朝伟也心想 好嘞 好嘞嘞 我没有跳 好 那讲到梁朝伟 各位还知道一个人吗 谢霆锋 谢霆锋 谢霆锋大家都知道 喜欢开快车 对 他曾经开了法拉利 出车祸就顶包案嘛 那时候弄得 哇 真的是 很丢人 他在这个事件之后呢 他也去找过白龙王 就找了白龙王之后 白龙王跟他讲 小心车子啊 小心车啊 尽量不要碰车啊 但白龙王绝对不知道 他喜欢开快车啊 那我是不知道 有没有人先告诉白龙王公 但是至少白龙王就这样告诉他 结果呢 他后来回到香港之后 他跟他妹去吃东西 找他 找他谢霆锋 然后呢 他就心里想 白龙王公不是有提醒吗 那我们就坐机车好了 就坐了机程车 那个机车 实际竟然又撞到了一个女孩子 他心里想 怎么那么准啊 那时候还有人笑谢霆锋 说你真的是有够黑 香港话是这样讲 台湾话就是说 你有够带带带带的意思啊 你看 你坐人家机车 也会撞到 可见他还真的是必须要小心车子 好 有没有企业家 有 有 林建岳 环雅电影的老板 香港娱乐圈的文人 他也很姓白龙王啊 各位知不知道我们看到那个一炮而红的 吴建道啊 就他拍的 可是各位要知道 当初他在拍的时候正值香港电影走下坡 哪个几千万港币拍电影 你怕不怕亏啊 怕呀 所以他当时心里也是很犹豫 结果后来就特别把白龙王请来了香港 给这部电影加持 结果呢 本来这部电影本来不叫吴建道 本来不叫吴建道 叫吴奸行者 白龙王就讲了 因为这个四个字不吉利 把它改成吴建道 这个电影的名字是白龙王取的哦 结果呢 这部电影最后结果怎么样 大卖啊 我不用多说嘛 对啊 还拍到三集耶 成本四千多万港币 卖座卖到五六千万港币啦 而且这里头两个人得影帝 对不对 好 那么除了林建月之外 各位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不是梁朝伟的老婆吗 刘嘉玲嘛 那我刚不讲白龙王超爱梁朝伟 还是收作干儿子嘛 是啊 那应该爱屋及乌吧 No 为什么 白龙王就不喜欢他 就跟他特别不投缘 不喜欢刘嘉玲 不喜欢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刘嘉玲不是没去参拜过耶 不见 不见 就是不见 不管你梁朝伟带不带刘嘉玲去 反正我白龙王就是不见你 不管你来几次 我就几次不见你 最后刘嘉玲也火了 干脆不去了 好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一个哥哥 张国荣 各位都还知道2003年 羽人节 他亲身 跳楼亲身 对 但是其实前两个礼拜 有一种说法 说他找了林建月 我再讲一遍 是张国荣找了林建月 说你带我去见一下 白龙王好不好 好 本来都约好了 可是在一小时前 约定的时间一小时前 白龙王突然说 不用见面了 白龙王为什么不要见张国荣 我帮不了你 就只有说了一句这么简单的话 我帮不了你 那时候张国荣 大家都知道嘛 有忧郁症嘛 对 可是张国荣自己就不觉得啊 他觉得我 隐民很爱我啊 我事业很成功啊 我生活也过得很好啊 我很快乐啊 我怎么会忧郁呢 可是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两个礼拜前 就发生这样的憾事 而当时牵线的人 就是林建月 不过很遗憾的 后来哥哥还是亲身 这就是白龙王 跟这么多香港艺人之间的 一些缘分 看看 白龙王 许多的艺人都经由他指点 但有些艺人他就不见 像张国荣他根本不见 因为他认为 救不了张国荣了 而我们台湾呢 到泰国去的一些团 甚至有些团 专门主打的 就是要去见白龙王 就要来问问看 导游Simon了 这见白龙王 有没有什么样的禁忌啊 是的 相信呢 在台湾的朋友呢 之前去泰国 其实去泰国啊 这个白龙王这个行程啊 是不在既定行程里面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特殊的行程 那为什么 我这么多台湾人 会相信这个白龙王呢 我只能说因为早期 有很多的媒体的渲染 甚至呢 他的弟子 他的信徒啊 都是呢 很大牌的艺人 那当然我们旅行社 跟团员们阐述的这些 他所谓的一些 传闻中的神迹啊 比如说像刚刚 中博哥讲的 比如说有刘德华啦 梁朝伟啦 这些例子等等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团就马上爆红啦 对 一定就爆红 甚至啊 像我们演艺圈啊 有一个那个偶像剧的教母啊 叫做才智平才姐 他相传啊 也是当时呢 去这个白龙王庙 为了什么 流星花园那四位男主角啊 要这个白龙王清点 这样子哦 对 清点 后来清点之后呢 白龙王还顺道提了一句 只要你流星花园一开播啊 你那个首播权啊 你要卖出去啊 第一个选择要卖给什么 泰国人 啊 什么 流星花园的首播权 要先卖给泰国人 对 所以他这个预言非常灵魂 你看流星花园到泰国 一手卖之后 哇 卖得多好 对啊 夯得很 赚的钱比台湾还多啊 对 所以相对这样一传十传百呢 就传开来了 所以当然台湾人呢 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为了什么 相信这些事情 才会来这边求这个白龙王 那当然这个白龙王呢 以我带团的经验啊 像我早期带团的时候 他有一个规定 什么规定 就刚刚所说的 比如说全身要穿白色的衣服啦 不能穿红的 黑的 绝对不能穿绅色 比如说红的 黑的都不行 那甚至呢 像他一般呢 白龙王他们在 白龙王在开市的时候 是早上八点钟 那号码牌呢 是五点半开始发 五点半开始发 那通常你三四点去 告诉你太晚了 我听过最夸张的 隔天啊 晚上十二点钟 就有人在那边排队了 你说前一天晚上 午夜就守在那边 前一天晚上就守在那边了 那等于整个半夜 要待在那地方 是 通常我们三四点 觉得OK了 其实早就已经排很多队了 那这么多人呢 像白龙王其实也很累 我们进去的话 八点钟开始问世 然后七点钟呢 开始吃早餐 像我们这只号码牌 领这个号码牌 这个还算第一号啦 算非常新 非常lucky啦 搞不好前一天晚上 八点就去了 那再来 我们早餐呢 会有提供这个 豆浆油条啦 甚至呢 比如说泰国的摩摩扎扎 烧饼米粉之类的 提供这些杏土 一到八点 开始问世呢 那那个白龙王呢 他就会呢 比如说拿他的一些法器 令旗啦 甚至呢 他的印章 来给你做开示 可是呢 像这种建白龙王啊 我所谓的见仁见智啦 我只能说见仁见智 因为很多的团员呢 遇到这种宗教的团体啊 都有非常多的客树 第一个要嘛 你就见不到 要嘛你去的时候呢 白龙王不见你 所以会有这种客树 那我们导游呢 就像刚刚中博提到 像张国仁他就不愿意见 像我们导游常常 像我就有一个例子啦 像我们之前一台车 13个人去 13个人去呢 那时候师兄呢 就出来跟我们讲 今天白龙王开市啊 一台车只接见八位 那剩下五位怎么办 那怎么办 怎么办 那导游就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去 安抚这个客人说 白龙王要嘛聚见你 刘嘉玲都聚见了 聚见你是算正常的 甚至呢 在客人在心生不满 更不满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说 到那边 一样能见到白龙王 可是呢 他不一定会开示你 因为时间的关系 种种的原因呢 那你说那五个 就鼻子摸一摸就算了 所以你名单等于 也已经先送进去给白龙王 对 名单送进去 所以白龙王也是看完之后 他有些人 他就不愿意见就对 是的 那导游怎么挑人 因为13个嘛 剩五个 对不对 他要见八个人而已 那八个人导游怎么挑 怎么挑 一定是挑在这一团里面 他的购物 虾品能力比较好的人 先行来看这个白龙王 还有这样子分的 一定会有这种差别 这是旅游界的潜规则 那再来 那很多人说 我的团员很多说 看这个白龙王 他的反应有两极化 有些人说非常准 有些人觉得还好而已 因为白龙王 我去见他 通常他都会跟 所有人讲说 你脾气要好 心要正 好心有好日 甚至要孝顺父母 借舍等等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像这个 脾气好不好 这些 那他的九大真言 所以人家说 就是模拟两可的答案 因为你问事 他也不会去 直接 你要问什么 就问什么 他就是直接跟你讲 你有什么问题 你根本没开口 他就先说了